最近国际闹出一起相信是接收资讯出现落差的事件 日本、澳洲和纽西兰等太平洋沿岸国家都很不满 然而美国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9月25日8时44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 洲际弹道导弹 是的 中国当地时间25号星期三 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上一次朝着太平洋试射导弹 已经是44年前的事了 当然 中国这一次的试射就引发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抗议 虽然中方表示有提前向有关国家通报 但是日本作为邻国却出现了资讯落差 强调并没有事先得到中方的通知 因此表态将严重关切北京的军事集结 澳洲方面则正在寻求中国的解释 并表示对于任何破坏稳定并增加该地区误判风险的行动感到担忧 而纽西兰的外交部也指出 这枚落在南太平洋的洲际导弹是不受欢迎 而且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 接下来将会和太平洋的盟友来进一步磋商 那相对日本 澳洲和纽西兰的不满与担忧 美国这一次的态度却显得不一样了 原来美国确实在导弹试射之前就收到了通知 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也认为 五角大楼重申 他们可以做的是当中国发射导弹和太空设备时 要求更常态的双边知会协定 他们之前已经向中国提出建议 认为这是合乎常理的建立信任措施 就在中国这一次距离44年后 再度朝太平洋发射导弹的这个时间点 刚好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前夕 对此中国称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无论如何中国军方并未公布导弹的具体型号 近年来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包括升级核武器 五角大楼去年10月就警告说 中国发展核武的速度比美国预期的还要快 截至2023年5月 中国拥有超过500枚可使用的核弹头 到了2030年可能会超过1000枚